太大的效益 但你不得不说 他那个决策做的也没有问题 你说要直接跟你拼 第二第三波的龙团的话 又确实是打不过 是这样的 那我们也是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决胜局 双方也是进行了一个换边 蓝色方的IG 对上红色方的RNG 当然觉得来到红色方之后 还会不会像第一把那样子 直接把三根野盒掰了呢 我觉得这把应该得有点变化吧 不然又复刻 第一条又是千诀对瞎子 我觉得这把野盒 是不是应该可能会放一点出来 但感觉这个要砍RNG了 因为之前搬野盒也是RNG来办 对 而且我觉得第二局 IG的BP真的做过一首 搬了暴女 真的让我很惊讶 他真的是很有自信 而且他把问题抛给了小龙堡 我给你千诀你拿不拿 对 那现在还是一样 然后他们 而且他们是没有拿的嘛 所以说这就说明了 就是可能RNG还是不太喜欢 去打野盒 或者小龙堡 他还是喜欢用他的拿手的盲森 两个野盒还是给你搬掉 然后一样的 那现在南枪还给到了寻 那寻这把是先抢下南枪 对 RNG他是把南枪这个半位 换成了左一 因为上一把搬掉了 卡普登左一之后 确实是感觉 一旦中路这个位置 拿不到献权 感觉卡普登前期 就做不到太多的事情 去帮助队友打开局面 那小龙堡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拿千诀吗 他会拿吗 我觉得他拿下新的拉之后 还是盲森呀 对 我也觉得还是盲森 非常非常 前期打架很强的 而且对于可能一些和线 一些资源的控制都很强 小龙堡也是对瞎子非常有自信啊 这两把确实中单和打野上 连续选了三把 对 而且他团战里面 总是能回旋踢踢到对方的关键人物 张帅 老洋人了 诶 凯布登非常自信 直接是秒选了妖姬 这把左衣给他摁掉以后 其实发条也被摁掉了 你说中路的选择确实也不是很多 但妖姬被放出来了 对 但我觉得妖姬对线到新德拉 没那么舒服 没那么舒服 其实看反应了 你W踩上来的时候 星达其实还是可以抗腾你一下 给你推住的 是 上路的话 肾 还是一样肾 那就跟上一把有一点像 可能就是给到一个 给到妖的一个扛压位 然后顺便也是给下路 等于说一些保障 让你这边挨击的时候 不太好去敢做一些三把二 或针对下路的事情 是 其实妖他一直是团队里的一个扛压位 所以说他选择胜之后 其实主要是到了六级之后 嘎莱在下路 其实可以打得更加凶一些了 因为他知道 胜可以随时支援一个大招 没错 但其实我们LPL其实选 胜选的少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因为胜他 前期的这个大招 CD时间太久了 所以说其实欧美的胜 他会选择带那个 减CD的那个符文 所以要看你的第一波大招 有没有做到效果 不然的话 你发出第二次声音的时候 其实就要隔停久 后续 这边就是连班两个辅助 而且连班两个AD 然后直接是抢了一个贝罗斯 上把发挥非常好的 对 感觉是上一把阵容一点打出自信了 IGNG这把好像是想要复刻 是 而且他选了胜之后肯定是把重心放在中下嘛 下路一定要选个能C的 那你要是选个垂石的话 那IGNG就真的是复刻上把的阵容了 下路这边IG的话 法兰是拿了个老牛 嗯 宝兰的牛头也是他的一个招牌英雄 那这边在垂石没有了的情况下 可能还是想要配个应付 那泰坦其实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选择了嘛 我总觉得这一把你要说按关键来说 我觉得要从中路看 说白了就是CAPTON和CRAING哪边能先解放出来 哪边能先跟着打野去做一做事情 因为你像下路两边的话 感觉线权上 这两边线权上不会差得有太多了 嗯 就前面应该还是近会推得快一点 对 前面有个曼光守雷嘛 但是后面GALA章有了江东炮之后 其实他的推前也会比较快 尤其是主要是一级的时候 老牛是没有声音的呀 所以不知道GALA这边比如说下路 他们会不会往前压得凶一点 这个也要看双方这个打野的看野路径 其实可以看到双方的上单 一个是圣 一个是奥恩 所以对线就是两个老大爷下向旗 你一子我一子 然后谁也打不住什么结果来 就就是看可能到了六级之后 两边有了大招 然后怎么去做一些支援 那可能圣这边的优势就是 我有大招有TP 我多一次支援的机会 对 他会更好动一点 而且这样的话其实对张菜来说 也会压力比较大 比如说你第一次跟的时候 是不是跟出效果了 那不然的话圣还会有一次机会 对 而且谁可以看到 就是他圣下落配合的上 是一个恶贝流斯嘛 就这其实是一个下落大和 确实是需要做有清晰很多的资源 经济给到他的 但其实左边可以看到 IG的泡芙选的是一个进 进和老牛 对 其实我觉得进可能更多的 还是偏一个工具人 因为很多时候进打团的时候 他不能说贴脸的去做些评论 输出可能就是靠他的大招 他只能远处去架一个完美CM 所以我觉得 就是光看IG这个阵容 卡普腾这把比赛选了个妖姬 一是因为他很自信 那么他要面临 他面临的就是他要扛下 整个队伍前期的这个结构的满路点 对对对 如果说妖姬这个点 前期拿不到优势的话 我觉得IG这个阵容 有点像一滩死水了 这样子的话 其实要看 你像前中期 如果说打小架的时候 尤其是在下半区 那竞能给到的支援 还是要比 也没有快一点 是 而且还有点就是 对面的厄菲流斯 这把是没有配到 他的最佳拍档锤石的 他配上泰坦 可能就是 好是好 但是厄菲流斯的输出空间 可能会没有 配上锤石那么好 因为他没有登笼 可以救他 开不得感觉这波 是不是点个W 对眼有些想法 想要坐在视野 是 以及点W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入的眼位 想要看萌僧前期的一个开路线 那就要看小龙老师被轰开了 他要是感觉是抢的 那轰开的话 自己的视野就不知道了 是 而且萌僧他不能带扫 对 眼他也排掉 他就不能在那了 主要是刚刚这一波 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给你放了个眼 所以说白了 小龙老师不知道自己 其实是被照到了 当然他可以猜 是 可能一般来说打妖姬的话 就差不多大家都有那个感觉 都有数 而且刚刚你也讲到了 可能这把是一个中下半区的一个碰撞 所以打野开野路径是很关键的 大部分都会选择可能上半区开 然后往下刷围绕着下路来打 所以说妖姬选择去看你的红 那这边盲村是直接拦开 我知道那个位置被探到了 但其实 这样的话他们发现他没打红吗 我也知道 小龙老师这个开 群也是上路开始开 是 他这个视野照出来以后 呃感觉他应该也不太会去近 看一眼那群可能还是说从上往下刷的这样一个路线和思路 这样的话 但是去打了蛤蟆可能会选择一个速三 打完蛤蟆之后来打自己的红 然后多关上关上下半区 哎 炮夫这边压的也是比较凶 他靠他的一个曼谷蟲雷嘛 现在还是说前期的时候能能够抢一下 哎 这边看这个位置两个兵也就到二了 那也是后撤 第二波线来了 然后是直接 牛头用了两个这个辅助装 那其实IG跟之前的打法还是比较像的 你看永远都是往下路这边刷 然后下路这边抢占一个线权 那现在的话就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下路和线肯定是控制的 只是小龙老这边的话就要看 他是不是会对上路 会不会老样子 可能又是见一波奥文 上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吧 双方打野都是全开 都是全刷哦 因为南枪这边 他选择把三一几刷了 可能就觉得下路也没啥机会吧 确实 那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两方的打野是错开来的 小龙老呢也是往上半区刷完了以后 不知道会不会像上局一样 再找一下张帅 是一个镜像的刷野吗 这双方就是和线一人一个 然后也去全刷 但目前看小龙宝的红还是没有打的 还是先去打和线 那就是刷到底了 寻暂时也是一轮刷完 是 你看这样的话野和跟飞野和 刷完一波之后 就会慢慢的到后面就会出来了 不是 是南枪他 他现在全刷完了 哦 他现在在刷他石头人 就可以看到他速度是要比萌手快那么一点点 嗯 快了一组野的一个时间 那现在 你要是这样看的话 其实 我觉得应该是 IG暂时也是能看到 能接受的画面 或者悬崖是比较舒服的嘛 就是说到了一个野和区别 那如果前期盲森没有做到事的话 他是个节奏型的打野 盲森很难受的呀 他跟南枪一样全刷 那其实这个盲森的节奏型打野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来了中路 但宽颖好像没有意识到 甚至这个走位还是比较靠前的 宝兰也跟过来了 那开不开这边 能不能练一下 距离有点远 虽然说牛头有闪现 这个宽颖不太好杀 不好跟 嗯 现在 盲森可能有点着急了 而且可以看到他是最后 刷了红buff 他先去打了河线 他不刷红树蜜 他没有准备要抓人 他不可能说西上路干客 他没有红buff吧 对吧 所以他其实可能就想到 觉得没机会 他就是先刷吧 等找到一个真的好的机会 他再上 这样子 这样的话他可能也不太会 暴露自己的一个行踪 对 但这两把 其实牛选出胜 在打张帅的这个动作当中 感觉还是比较 舒服的 但确实也有点小counter吧 他的易碎拍不出来 嗯 挺难受的 因为其实奥恩前期大部分输出 都来自于那一下易碎 没错 也是刷线交了个T 那Cabinus这边是选择带了一个点燃 这个小龙呢 看一下两边会不会动 小龙宝现在是往下半区去靠 照了一下视野 发现十枪怪这边是没有了的 对 其实刚刚在这个时间点 就五分钟 小龙刚刷那时候 RG下落RG组是回了家 补了一波装备的 没错 没错 但现在就标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这样一来的话 RG下落是没补装备的呀 那盲色还是选择要直接打龙 那如果说想要争的话 真的打起来的话 IG可能会有点小优势 但是因为下落要吃线 可以看到RG的下落已经游起来了 但现在才六分钟 时间还是稍微有点早的 哎 这里抓到会有想打的想法吗 张帅之中寻这个位置 对方是没有他的视野的 想拼场 张帅是六的 然后看一下开不他这边会不会过来 但是一个莫言走了 嗯 哇 刚刚这个盲视野 一个快速把枪过去撑过来 对 然后直接到六了 所以盲森也不可能跟他打 这确实是很有想法 对吧 这波总觉得刚刚其实 有那么一点机会杀 不是这波IG很转啊 因为他们下落辅助没来啊 RG下落泰坦来了 结果这个河蟹还是没拿 没有拿到 因为泰坦来就是为了打 可能保护盲森去拿这个河蟹嘛 结果 来了个错不及防的拼成 对 现在你看到 进其实泡夫这边也是选择先回家 先出了一个清晴圈嘛 其实这也是现在我们平时打 路易角度有没有会看见的 经常第一件装会直接裸一个清晴圈 对 进都是不能出 所以说很多进他可能觉得对线有压力 他直接出门装是一斜 对一斜 一斜四红 是他直接出鞋子 但我最近这几天比赛看很多进觉得压力大的话 他来不假鞋 对对对 回家第一件装出的是个不假鞋 因为这把他对线到恶菲罗斯 前期对线其实没啥压力的 其实而且对方有个新德拉 他其实出不假鞋的收益没有那么的大 哎这边开着扫描再绕 南枪跟着老牛 总觉得这一波是想抓一下 有没有机会 老牛有闪 有双招 感觉是有机会 感觉下路是想要动的 但中路从手RNG这边 小龙宝也来了 两边现在都开始在往中路靠 是嗅觉感觉到了 中路估计要打出一波小团 下路没搭起来 反而来中路了 开门这边想上了 这边直接是给了一个能量倾限 开门W回去 太坦反正勾到勾到一个牛头 这边交了个TP 但是牛头太坦这边是被定住了 近是远处架了一个枪 直接是由 这边张帅拿到了第一滴血 叫了一个羊 但这个羊撞空了 看一下现在这一波团 打在其实张帅的TP 来得非常的及时 这一波其实原来本身以为 卡普特会不会说 着急了点先手上了 但这波太坦反身勾了老牛 主动开了团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因为当时刚刚其实 卡普特那个位置先手出现以后 他其实如果万一 RNG继续追就脱节了 就不太好跟了 然后那IG这边是巴不得你 比如说勾一下我 因为我人都在这 我就倒不用过多的担心卡普特吧 因为他有闪 然后他W技能也能回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所以他其实是尝试性的可能 去骗快战技能或者是怎么样 快战是直接甩大的 他可能想RE 这样可能能百分百推到 这边上来以后 交了 徐这边过来给个烟雾弹 想要强杀 在这边掐了一点点 还好 这边卡普特跟了一个闪现 这两把普攻 是收掉这个人头 确实南枪不是个月塔豪手 非常非常没有啊 对 刚那一瞬间 Crain跑到塔了 后面南枪一下子打住了 卡普特这波也非常的漂亮 是抓到了辛德拉 没有蓝的这个时机 但辛德拉也非常快 先磕了一个腐败妖姬 但是只是可惜 这个蓝还是不太够用 是 但是为了抓一个辛德拉 ID是中野双闪现都没了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说这两个闪吧 换来卡普特前期 比较舒服的 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他就更好地能动起来 因为人头是给到卡普特的 其实这就很赚 因为我刚刚讲到妖姬 这个阵容一定要肥 不然的话没什么输出的 他会没有声音的 是 而且其实到了后面 RNG他这个这种 肯定是保着肥流斯来打的 那现在 妖姬其实是非常好 威胁到肥流斯的一个刺客 看 这一波 直接逼了一个闪 链子空了 但是 寻这边特别的果断 也闪现过来 姐姐利用自己的香味猛冲 还两边滑了一下 但这波平A是没有辣 这个 接下来这一波的话就要看了 看下一个小户团 现在峡谷也是在南枪这个手上 那要看南枪的话 这个峡谷会往哪里放 是说想要解放中路呢 还是说可能还是绕着下路去打 比如说下路能不能找一波机会 然后直接把这个峡谷放在下路 这你要放的话 首先你得有献权 确实 表示第二条龙也刷了 要刷了 是 他可以去利用这个先锋 去干扰对方 然后趁机来拿一个龙 中路一放 然后IG几个人直接来打招火龙 也是在疯狂的标记 这边小龙宝一脚踢到了 但或者说 现在张帅没有往下来去改 但是剩有一个大招 剩下大还差一点 已经好了 差不多了 是 所以说如果说要争夺这个小龙 的话IG可能会多一个人 那现在感觉IG是想动这条龙的 那上路的张帅也已经开始往这边靠 感觉这一波是想打 这是合理的 因为张帅没PP一定要往下路靠 他如果不靠的话 这个龙IG是拿不了的 对 但是这边怎么感觉张帅被小龙宝抓到了 看见有一个摸眼梯的样子 我看小地图是有个摸眼梯的样子 等我们看一下 我被抓了 对 半大被截糊了 这边的话 IG是拿下的这头龙 对 他是先占了龙坑的 但是牛这波的话 直接大招压下来以后 就感觉是Boss想打 宝兰只能卖了 卖了卖了 就两个头换了这条龙吧 其实刚刚我们因为镜头 会在龙这边 但是我注意到小地图当中 下子有一个感觉是有一个Q摸眼梯的那个迹象 而且他闪现雷了 对对对 感觉是有Q摸眼梯的迹象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 感觉就是抓到张帅了 是 他们应该知道 就是IG想打这个龙 对 那他想打龙的话 张帅一定要来 所以就直接半道等着你 怎么说IG反应很快吧 及时止损 我们看一下回放 就是一个摸眼的R闪 对 那张帅的也是被拿下的这个人头 但IG的反应很快 那我赶紧把这头龙爬了 其实刚刚妖姬 妖姬这一套伤害挺夸张的 但还是挺可观的 但其实妖姬第一个坐是水平靴 所以凯文森这边 其实对于像辛德拉等等 这边 包括飞牛斯的威慑力 还是挺大的 主要出水一靴的话 对线压力会小一点 对 他怕嘛 怕这边辛德拉推他呢 配合一个瞎子 是 因为辛德拉跟瞎子两个人 是很容易抓妖姬的 只有机会抓的 那妖姬可能跟男枪两个人 就是缺控制 还是比较缺控制的 现在看一眼 IG这边的话 刚刚这个峡谷也是放掉了嘛 那放掉以后撞了一层塔皮 就只能吃两层肚层 但这个肚层是味道 卡普天头上的 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我其实还是比较担心 嘎拉这边 现在到现在为止 也确实是一个 比较舒服的状态 那你到中后期 等会打团的时候 能不能处理他这个点 对 我就只能靠 卡普天和羊了 但嘎拉这把 比如说有个肾来保护他 可能泰坦的 保护人的能力不如垂石 但也还不错了 就他没有灯笼嘛 对吧 而且对方是有一个奥恩的 其实垂石 在算是一个 康塞奥恩的一个选择吧 因为他可以用灯笼救人 陆沙觉得 我队友要被奥恩开了 我可以给他丢个灯笼 这边乐乐是勾勒一下宝兰 两边打了个照片 也是在疯狂的标记 这边中路的核道草 事实就是有一点 哎 卡普天绕过来了 快点这边有点危险 快点这边反打了个大招之后 给了个一推到了卡普天 然后极限叫了一个闪现 来到这边盲森的边上 队友应该帮忙挡一下 这个完美泄墨 再贴一个膜 两边队友打得都很漂亮 卡普天抓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波真的 只是说差一点伤害 但是巡演很漂亮 过来给你补雷枪 但是小龙宝赶到了 这个W也很关键 只要关键硬知道自己 那个位置太危险 他就先给R再给E 保证自己可能 大概率能推到卡普天 如果说他没有说R1给的话 可能就没了 因为他刚刚那个血量 就差可能两下平 没错 卡普天这波卡士也知道 你在这个位置 二段W 还是非常的漂亮 这波知道我把你 卡普天打进去之后 哎 这位置 盲森杰摸眼 踢了一个泡芙 泰坦接一个RQ 最后人头也是被CRAIN拿下来 这两波团小龙宝开的都不错啊 这个踢的确实不错 就回旋踢踢的 那现在 徐这边拿下这个河蟹 那 感觉是要转中吗 还是想要控下这个峡谷 刚刚我还是觉得 H可能稍微小摊一点点吧 只是给小龙宝抓到了一个机会啊 我看一下目前这个场上的经济 GALA是来到了全场第一 6400 排行的第二名是对方的打野巡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这波也是很古难 我知道你和现在这里是也在 但我当着你面子啊 也确实我觉得这波得拿 本来以为还说会不会纠结一下 要转一下中 但这波峡谷拿下了以后 啊 我们看一下对位经济 徐这边是对位 直接领先了1600了 野河嘛 这就是野河嘛 对 因为你想这是第一次 把徐的南枪放出来 之前都搬了 徐也是个南枪 照牌就真的是南枪 但是你要这么说 野河的作用会慢慢出来 但小龙宝前期也确实 做了一些事 没有问题 但现在你要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 做到了事 你如果非要往后拖的话 那那的中心点就偏向 转向恶飞流丝了 而因为南枪肯定会 渐渐的就把你 小龙宝这边的虾子 给压下来了 而且我觉得南枪 这场的话 有空间非常大 对 因为右边的手 可能除了辛加拉 跟就双C的手长吧 其他的人 其实都是能给南枪 去叠他 曾经也没被动的人 对 你怕就怕 那你往重复起托 小龙宝肯定只是一个 开团的身份 这波峡谷递到了以后 乐乐好像有点难走 宝兰上去顶了下 但开了个金身 这边华才的最后一下 小龙宝给他挡住了 而且卡本达北上去 想要杀宽人的时候 也是被主持人给推到了 这边也是直接拉开 老板闪现又好了 看进来有没有 又是一波 有趣的 非常漂亮的阿闪 阿姬这波是 直接打龙 与总是R&D 是选择 跟你换中塔 卡本这里刚刚上去 骚了一下 哎呦 这中路是只撞了一头 一下 其实R&D这边拿到的峡谷 有点亏 第二条峡谷 效果没有这么好 对 没有撞掉 就有点亏 因为这个悬点也没有渡层了嘛 那现在对线期已经结束了 就盲森可能能去 线上抓人的机会 可能比较少了 那目前面对的是 对面的打野领散了自己四十次刀 那就是十足也 差不多 对 而且这种状况下 南枪已经掏出来了 黑钱已经掏出来了 但是瞎子很明显是进行到一个半成品 而且主要是在团杖当中的战斗力 那南枪肯定会越来越高 但其实这个呢 就在于两个人 两个队的阵容也比较有趣的是 也都有相对的点 那Gala这边也会慢慢的站出来 毕竟我们说了 他也是个后期大核的ATC 是 但是等了时间点久 他还是要三件套 差不多了 两件套快要摸出来了 是 这个位置 牛头在侧页被掩插出来了 一个是 他这帮一直在呼唤人 你看他一直在标那个信号 对 想要来 想要找人来回房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中塔那边血还是被人给拔掉了 感觉两边就是 一边是打野 慢慢的慢慢的会变成工具人 一边是ATC 慢慢的慢慢的变成工具人 是 但芒僧精英雄 他的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 他可能到后 你想不到他会怎么开团 就是他能够创造奇迹 对 就只要 就不管说他落后多少 我落后五级 我团战中 只要我能把对面ATC给踢回来 来一个神仙角 对 不管落后多少 只要能踢到关键人 就是好样的 但荀这边 其实我也非常清楚 你看寻情现在这把真的刷得太舒服了 感觉你像IG这边 现在就是我不急 他感觉是要把这个压宝最后压在这个点的身上 两边 就开始做视野了 因为夏大龙马上就要刷了 已经蓝色方在飙了 IG在飙了 是想要往大龙这边靠 那现在这个状况来说 我寻这波回家 我觉得也 也又能掏一笔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的 你这边有个羊 我往后去拖的话 说了 你把压宝压在寻身上 寻舒服的呀 羊还可以给他打装备 对吧 在目前地图上也没什么中立资源 也不能轻易的开大龙 我觉得说猫还是要等下条小龙 可能才能打起来 没错 两边现在都在往大龙这边靠 下路呢 也是靠杨和圣来做一个单带 没关系反正奥温跟圣都有 都有GP 最终于赶到正面战场 就这个位置 看下谁谁先能找到机会 因为两边的辅助 都是那种比较好找机会的英雄 刚刚说三件套还要等得久 其实也不久了 你看一眼的话 其实两件半了 感觉刚刚是攒了比大戒回家 现在就要看了南枪这边也是一个两件半 两件半打两件 其实优势还没有那么大 主要是没有拿到人头嘛 能看出来 瞎子也是一直在找机会 在帮反蹲 他在反蹲 是 但问题是现在瞎子是落后了两级的 可能在后续的中立资源争夺上面 听诚没什么优势了 而且这个时间点 是三级了 IG现在其实不需跟你打团 IG现在是真的有一战之力的 等会打团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关注一下 你像RNG这边 GALA的情况 他有没有一个好的输出环境 我觉得如果他的输出是非常安心的话 那他可能可以 有一定决定胜决的能力 是 这把GALA的输出空间就要看肾了呀 因为这把他没垂石 他没有灯笼可以为一走 但面对到可能对方奥恩的开团 包括妖姬这种英雄 真的是让GALA很头疼 因为他还没有出到 就是像死武这种有抗性 有吸血的装备 没错 张帅刚刚也是原地打装 锤一锤 锤出一个进阶版的黑切 已经是四级了 先给自己对那个大哥 剩下装备 GALA应该是第三线想要出绿叉 多了一个救主凌刃 能稍微保证自己不被CAP秒 两边现在也是在中路 但是第下一条龙 第四条龙 也是马上要刷了 这一波如果IG拿到的话 就是一个听牌龙 在蹲 感觉在蹲 看一下这边好像有开的意思 CAP是TP下来 两边在绕 但是宝兰这个位置好像有一点危险 诶 这个羊怎么没有撞出来 阿战踢回来 寻 我们说野河这边直接先倒了 看一下 金也是收掉了芒僧 那现在只剩一个张帅在人群的中间 炮芙也只能边缘OB一下 感觉张帅也走不掉了 那这波也是给New收掉了张帅的人头 不是我觉得刚刚奥恩 怎么羊没有撞出来的 奥恩的那个位置特别的好 他在一个应该是没有视野的地方 CAP和张帅其实都没有视野 应该是那个位置 这个是非常好 腰机可以去切后排绕后 然后奥恩的那个没有失意的羊 叫出来的话 因为刚刚RG的人是扎堆的 应该是个非常好的派团 我们看看回放 你看一下怎么回事 哎 羊 来了 你看这边有一个3-2就脱节了 然后小龙宝这边 直接踢回来去 对小龙宝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回旋踢 这个踢回去南枪真的是太关键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 你刚刚也说到对吧 芒僧这个英雄 他确实不是野河 但他确实就存在可能性 对 你刚刚说了 对啊 IG我们也其实觉得有半个跑 真的是压在学生上了 但你这波直接被踢回来的话怎么办 哎呦 我真的觉得就 IG刚刚真的要打起来的话 他的那个团队的站位是有优势的 因为CAPTON的那个位置太好了 腰机有个完美的 没有视野的 可以绕后的地方呀 其实我很奇怪 刚那头雅航吃为什么没有撞出来 可能是小事小事无马 因为应该没有人干扰吧 嗯 这就有点可惜 如果能撞出来的话 就是你至少可以站到可能两个人左右 你就能拖慢RNG往前进的 就是追击的那个步伐 你能留到人 然后去要地址 侧衣进来 位置非常的好 那你现在来看的话 还是说卡拉这边 是吧 现在发育就已经 他已经度过他的皮软期了 上一把其实也有点相似 主要是卡拉这个点 他如果你前期不去针对一下的话 那那你就说完了 你就是要前中期做事的 那你把他放到了中后期 那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要面对这个难题 那现在俄菲罗斯终于是拿到他自己的三件套 第三件绿叉做出来之后 他的打团的生存能力 又上了一个档次 就不用那么怕凯特的切入了 你像我会觉得说 只能靠好像凯特去看能不能切一下配合羊儿等等 去切一下恶菲罗斯 但是你说这边他现在没有做精神 他如果上去的话 我太坦只需要给你个RQ 你进去就真的很难出来 所以你说去切后排这件事又不是很现实 是 但可以看到妖姬给RNG双C的压力非常大的 一个女妖一个绿叉 就给到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IAG这边的话会怎么做 两边的龙的话其实还有机会 现在就把双方打得特别稳啊 打到25分钟之后 这个人头数量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 但问题是现在 妖他可以就安心的去打一个单带 对吧 反正他又有大招又有TP可以随时支援 而且这张文也没拿 他没有什么办法去这个位置 嘲讽到之后小龙宝 Q过来 张帅交了个射力冲锋 也是及时撤退 张帅这个位置是没有TP的 他可能在赶快去跟队友抱团 因为万一正面打起来的话 他定先赶不到的话就很伤 因为IG这边的开团还是主要要看奥文 因为牛头 他真的想去开到对方长手的C位是很难的 对方的双C手太长了 没错 我看到IG这边刚刚好像是想往上靠的 想往上靠一下 标了一下大龙 但时间上来不及 因为IG这边也过来 乐乐勾了一下 但是没有勾到 那现在下半区的视野也是被RNG抢到了 现在来看 我们现在说 其实说句实话 寻这边给 说优势吧 压制吧 对位压制吧 现在优势没有之前那么高了 是 或者说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最怕的应该说是他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生物团主要是他被盲森踢回去了 对吧踢回去了 他如果没被踢回去的话 打团的发挥空间还是很大的 这一把也是 这一把其实说句实话不是特别的激烈 现在进行到快30分钟是10个人头 所以南疆这边 他没能拿到前期一些好的说优势 他只能靠刷 他现在的优势 对位的优势建立起来完全就是靠刷 是 但其实你杀人拿的精进又是跟你刷的精进又是一样的 那当然也是 就是说感觉少了一点进度调 嗯 是 看一下这个AD位的刚刚也是全领先了挺多的 感觉双方都特别的稳都不想打 就没有小龙 大家就没有理由打架 对 两边也就没有 然后你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去开大龙 因为大家因为也没有任何一方的优势 那么打架的位置是直接开了 就要是想撞起两个人 GALA这边被撞了 反正给他一个情况越宁 第一千点乐乐是被秒了的 而且这边小龙抱也是被你中间顶飞了 后续NEOG去嘲讽到两个人 而且GALA这边还在队友的这个划头紧速下面 再安全的打一些输出 情况越宁给上了他是空了 这一波我能看到 我其实像刚刚因为你在说团战的过程当中 我会一直关注GALA的情况 GALA的输出环境确实没办法去威胁到他 他看到CAPTON过来的时候 其实没有很怕 那现在拿掉以后 也只能说是给男枪这边 把这头龙给拿下呗 但是IG这边是直接想要转大龙吗 来不及 来不及 男枪也是抽空去把这个龙打了 这个位置踢到了CAPTON CAPTON也是W走 但这个位置摸眼踢 踢回来了CAPTON 这会有点危险 最后一发通闭 是被GALA拿下了这个人头 后续NEO这个位置 赶紧要往后撤的宝蓝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快一拿下了牛头的人头 还在往前追 其实刚刚非常漂亮 是宝蓝其实反应特别的快 他直接把用意闪下来的这个肾给顶走了 但是刚刚其实CAPTON 我感觉会是有一个小失误 就是小龙宝其实踢回来以后 有点尴尬 就是他的队有没有 没办法秒跟上输出 因为拉得有点远 但是CAPTONW踩回去了 是 还好刚刚GALA是通地 手还是够长 对手还是够长 但是这波踩回去了以后 确实就没有生路了 直接是其他要对方的一个中路跟走之后 顺利的拿下了大龙 这波大龙拿下来的话 这是个大节奏 这是个大节奏 那现在这个主动全球就要到RNG的手上了 就我觉得这个大龙拿下来之后 因为刚刚其实双方是一个军士 但大龙拿下来之后 我觉得RNG这边其实是小优了 对已经是个小优优了 而且你像RV64这边已经套出了4件套了嘛 再加一个秒表 那他下一波团战的输出 就更安心了 只能这么说 但是怎么说呢 你这波小龙刚刚拿掉 所以也就导致 他这个大龙RNG能不能做到事 看一下回放 中回放小龙堡两个人互相在蹲 格草相望 但小龙堡一脚是踢到凯普腾 凯普腾也是两段 W踩出去 R散踢过来其实有一点点脱节 但他这个W踩回去了 盖拉就更加的点得到了 那这边一闪下来的阵 也是被宝兰反应非常快的顶走了 只是可惜在凯普腾被先抓了以后 RNG也就丧失了这个主动权 刚宝兰也是只能说卖自己 然后保护自己的后排 他反应其实也很怪了 这波反应慢点是 如果差不多到一到两个的话呢 可能倒的会更快 其实我会觉得 凯普腾那波 如果是继续往下走 不踩回去的话 感觉是能走出盖拉的射程 但也只是可能吧 比较可惜 主要是凯普腾这个点的节奏不能断 现在RNG是转下路 感觉想要动一下 但是下路感觉开不到 老牛顶起来 这里有个泰坦 是落单了 交出一个闪现 和深夜鬼板甲都开掉了 但是下路的这个塔就没了 嘎拉 一个人直接是追着人顶 嘎拉现在位置有点危险 将帅这个叫阳 是必须嘎拉的一个闪现 后续宝兰进场 是就击飞到了一个嘎拉 今天就位置 大招给到凯普腾身上 想要保护自己的ADC 嘎拉现在还活着 还在输出 而且他现在是一个营验 AOE的输出非常的高 这边开始红刀转起来 吸血也能吸上来 但正面 这个另有一个人这样 最前面 这边还在定道一下 后续这边态坦出钩 在出头之前 IG这边队员就已经阵亡了 后续张帅 吃着冲锋 想回子的雪拳 后续也就没有跟了 那这样的话 感觉 IG有机会可以拿一波了 这波应该是一波了 我们也是要 恭喜IG 应该是拿下了 这一分完成了一个 让一追二 这边还在打 感觉有没有机会 牛的血量非常惨 但是没办法 只剩一个张帅和卡普腾 输出不太够 卡普腾还是想操作一下的 张帅往前 但是没有办法 那也说IG是 剥下了五个人 是 主要是我觉得 刚做会播团战 就嘎啦 真的很敢打